陸軍降風營區發生了迫擊炮爆炸意外 救護車不斷進出營區 陸續將受傷的士兵送往醫院救治 9名傷患中其中2名喪事 喪事最嚴重 左手被炸斷 其他親喪的士兵在軍方人員陪同下 搭乘救護車前往醫院治療 就是左手的手肘前面有炸傷 我們現在做了處理之外 現在生命現象穩定 血壓也都穩定 現在轉到我們總院的三種 我們跟三種都做了很好的聯繫 目前三種都知道這位病人要轉 這位弟兄要轉過去 今天下午發生的案件是一個突發的狀況 處理的這一批彈藥是前一陣子 由外島回運的腰兩洞破炮 那麼已經排定的時間 就是在今天下午來做處置 那跟漢光演習是沒有直接相關 陸軍六軍團三支部北彈庫 金融分庫 翔豐營區 24號下午3點多 彈藥庫突然爆炸 附近的軍民聽到爆炸聲響 全都嚇一跳 隨後消防車和救護車 頻繁進出營區 才發覺事態不妙 碰一下而已 剛剛有一聲而已 那個煙都冒出來了 很大聲啊 我們都有聽到啊 我們在裡面都聽到啊 金融營區發生重大事故 市長謝國良第一時間趕赴營區了解 在防爆牆後面聽取居方說明 看了一下現場 然後其實現場還是非常的緊張 那我們一到現場以後 他們還把我們拉到了所謂他們的防爆牆後面 那消防人員都在那邊等待 那我們現在在把那個現場做整理 那那個時候看起來就是 經他們的解釋就是 這跟演習無關 跟大家報告就是有炮彈在整理的過程中 不是很引爆這樣子 那有傷者有一些蠻嚴重的 送到三種 由於彈藥庫長期存在隱憂 地方居民希望能夠早日遷移 爆炸發生之後 市議員張浩瀚和呂美玲 要求軍方重新檢討彈藥庫的安全性 那我想過去這幾年 地方的一個居民一直強力的 希望這個降風的一個彈藥庫 能夠牽走 畢竟這個地方緊鄰我們的住宅區 那在門口甚至還有一個加油站 其實對於周邊居民來講的話 他都是抱著一個不定時的一個炸彈 我想今天發生這樣的一個意外 是大家都不樂見的 但是在這邊我們也呼籲 我們的一個軍方 立即檢討這個降風街彈藥庫的位置 是否恰當 那也希望說我們立即把這個彈藥庫 能夠遷移到適當的一個場域 避免我們的漢市再度發生 我們都一直以為他們已經搬遷的差不多了 因為他們的這個軍方人是留守在這邊的 也不像過去這麼多了 過去真的非常多 那現在已經是減半又在減半 所以說實在的 我們一直以為那個彈藥庫 已經沒有放多少了 所以這一次聽聞就爆炸的時候 我們也非常的擔心 那雖然說他們一直強調說存放 都會有一定的這個安全的考量跟測試 可是呢 經過這一次事件 我們相信那還是危險的 而且也周遭的這個建築物也越來越多 住宅也越來越多的 所以我們還是非常誠懇 並且再度的呼籲國防部 趕快把這個彈藥庫遷移走 針對外界質疑彈藥庫的安全性 立委蔡次映除了前往醫院探視傷者 也要求軍方要詳細調查清楚 對於那因為有些人 聽到說他是立足的 那我想我這邊就我的理解 也跟我們的金融商也說一下 想風移區彈藥庫 我全是想做很多事情 那想風移區彈藥庫的存放的彈藥庫 基本上他們是非常大陸的 那大概就是一半入圈的彈藥 那他的存放的位置其實也有 住宅區還有一段入圈 而且他站在後方的入圈 所以我相信他整個存放的位置的距離 應該是符合全能標準 我們的金融市民 在這個部分 應該可以積極 這一起彈藥庫發生爆炸事件 一共造成九名官兵 分別受到輕重傷 總統蔡英文第一時間 掌握相關訊息 並指示全力協助救治 軍方表示目前還在釐清事發原因 同時強調跟演習沒有任何關聯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